正在厕所拉西的景花猛然发现 地露旁边居然有一片血迹 但景花并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这座房子是一个女人的 有点血迹也是常有的事 谁知就在景花洗手的时候 肥皂却突然飞了出去 景花见此赶紧跑过去捡 却再次看到了地露边的血迹 于是她在犹豫了半小时后 还是决定掀开面前的帘子 然而面前所展现的可怕场景 让办案经验丰富的景花都吓了一跳 就在这时女主人出现在她身后 举起大刀狠狠地刺了过来 尽管景花反应迅速 即使用手挡住了心脏部位 可却还是被女主人扎中了肚子 看着景花痛苦的样子 女主人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谁知景花居然用手抓住刀刃 阻止了女主人想要继续地举动 但在她想要进行反击的时候 却突然脚下一划摔倒在地 大刀也彻底地捅了进去 而还在楼下等待的同伴们 丝毫不知道楼上究竟发生了什么